另外大家看到的就是新庄地藏庵呢 为了响应老人共餐运动 每两个礼拜呢 就会举行一次这个老人共餐 而现场的志工们呢 会安排多道餐点来提供长者们享用 这个透过老人共餐的这个举办呢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长者们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相互关怀勉励 而无形当中的这些长者们 也变得越来越健康越快乐 新庄地藏庵未响应老人共餐运动 每两周都会由志工准备多道餐点 大约有百位长辈一起快乐共餐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和议员黄玲玲玲 还有新庄区长徐平坤等人都会到场参与 看到老人家不仅吃得很开心 而且吃得很健康 还能够兼顾在社区关怀长辈 可说是一举多得 新庄地藏庵的庵庵庵 特别挤办了老人共餐 他每个月最少有两次来照顾我们老人 让老人非常快乐的过一天 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来谢谢他们 共餐的最重要精神在于陪伴 每个人都会老 老人家害怕孤单寂寞 老来除了顾好老生 老伴和老本外 还要有老友 借由共餐能够让老人家聚在一起 相互关怀慰藉勉励 无形中人会变得更健康更乐观 我们帝总监都出很大便的钱 尤其最难的 当年要做 我们的总监 做社会救助 关怀六世 老人共餐 每个月都办 办得非常好 今天要很感谢 我们好有余副市长来到这里 来关心这里 当然我也希望 我们每个庙宇 也像我们的第三案一样 可以用取之社会回馈这个心 来照顾我们老人家 让我们老人有更多的地方共餐 老人共餐是县政府的得正 我想他提醒大家 怎么样来关怀老人 我想关怀老人就是关怀我们自己的未来 新北市政府表示 希望更多的单位来参与 包括礼办公处 社区发展协会 社团组织 或者是公寓大厦管委会等 共餐不拘行事 人数或者是地点 上午好友也可以共餐 大家相互陪伴照顾 吃起饭来会更有人情味 也会更香甜 永佳乐新闻新庄采访报导